徐子琪虽然并非正统的名媛出身 但是因为嫁得好 嫁给了香港巨富之一李赵基的儿子李嘉诚 一跃成为了千亿儿媳妇 于是在香港名媛圈的地位节节高升 如今成为了名人圈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多少寻常的名媛 阔泰都想打入她的朋友圈 与她成为好友 徐子琪如今是顶级名媛 但要遵从李嘉低调的作风 她又并非什么社交活动都会参加 如今能够见到她盛装出席的社交活动 大多都是有社会意义或是慈善性质的 比如香港儿童救助慈善晚宴 属于城中年度慈善盛事 有意义、有影响力 热衷于慈善活动的徐子琪现身参加 也就毫不意外 事实上 城中名媛们对大型慈善晚宴都非常有兴趣 所以现场汇聚了大批的名流、名媛 坦白说 如今能够治理做慈善事业的 大多都是名流、富商 因为做慈善需要有钱 要有影响力 而做慈善更像是一种社交活动 所以基本上都是由名媛、阔泰来参与 对于他们而言 做慈善能为自己以及家族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还是一次以社交为名进行争其斗宴的好机会 而在香港儿童救助慈善晚宴上 到场的名媛每一位都大有来头 自家或是富家的背景都相当显赫 除了徐子齐之外 还有林田、李嘉欣、柳王明奇、毛国静、冯灵珍等 这些名媛 扩胎任何一位的家底都是以百一千亿来计算的 可谓是实力超群 相对而言 这些年才慢慢融入上流名媛圈的离姿 富家的背景就稍显单薄 从她在合照的站位就可见一斑 名媛、阔泰出席活动 除了为慈善出力 为富家争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与姐妹们进行社交并且合照 这一次又是阔别已久的盛大慈善晚宴 名媛们更是要盛装出席 以最完美的姿态与形象示人 所以每一位的打扮都花枝招展 婉妆的颜色不是抢眼 鲜艳的恐怕都不好意思登场 于是在众人一同合照的时候 就会带来色彩斑斓 五颜六色的视觉冲击 一时间眼睛的焦点都不知道该放在何处 不过在绚烂 C位也就是正中的位置所站的人 永远都是焦点所在 在香港儿童救助慈善晚宴的名媛合照中 站在最中间的始终是徐子棋与林田 这两位堪称香港名媛圈的顶流 而两人在私底下也是好友 闺蜜 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合照的时候 徐子棋扶着林田的腰 可见两人关系极好 在当天林田的打扮相当亮眼 身穿大红色的露旗婉装 又是站在中间的位置 就更是抢镜 在她脸上写满的是自信 而她也是有这份底气的 毕竟她是同场名媛中 为数不多的原生名媛 相较而言 徐子棋的打扮还是清新的 她穿了浅绿色的长裙 显得优雅 得体 而徐子棋的气质淡雅 有身高优势 随便一站 再摆个姿势 展露笑容 就能轻易地成为焦点所在 在徐子棋与林田两位和谐人物之外 实际上当晚还有一位焦点名媛 阔泰 李嘉欣 李嘉欣过往在名流聚会中 一直都身居C位 成为核心所在 而在各种公开的社交活动中 她永远都是媒体的焦点所在 不过 这一次出席香港儿童就住慈善晚宴 她意外地低调 当天她穿了一条浅黄色的蕾丝长裙登场 还搭配一对金色的鞋子 也算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而在合照的时候 她站在了最角落 并且与身边的其他名媛 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怎么说呢 李嘉欣有自己的朋友圈 虽说与此次出席活动的名媛 也算是有交情 比如 黎姿就是她的闺蜜 但她绝非这个名媛圈的核心 与林田 许子齐的交情也不算特别深 所以这个站位不意外 回头来说 除了李嘉欣之外 这一圈名媛中 大部分都是与许子齐 林田活跃在一个圈子中的 在不少私人聚会中 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大家都是能互称姐妹的 所谓人以群分 就算都是名媛 但是名媛之中 也有核心与非核心的区别 至于要怎么成为核心人物 潜在条件 那就得要看出身 背景 以及影响力来论定义 所以 一群互称姐妹的名媛合照 还真不是谁都敢于 站在中间的位置 没有这个底气 还真不好意思 随便往中间一站 这就是名媛圈的文化 相信大家对许子齐 都非常熟悉 她不仅是娱乐圈的女明星 还是千亿豪门的儿媳 早就淡出娱乐圈的许子齐 早就是一位阔太太了 她的老公李嘉诚 可是香港 四大家族 之一的李兆基 资产和李嘉诚 不相上下 当然 许子齐能够进入这样的豪门家庭 真是太幸福了 幸运了 其实现在的许子齐 早就不在娱乐圈发展了 不过 她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每次出镜 依然还是很漂亮 和当年在娱乐圈的时候一样 这次许子齐参加的 也是一个关于慈善的晚宴 令人意外的是 许子齐的老公李嘉诚 也和妻子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 要知道 许子齐和老公也是很少同框出镜 这次现身还站在一起了 不过奇怪的是 许子齐以及老公和众人合影的时候 两人表现并不是那么亲密 许子齐的脑袋 故意离老公远远的 画面中 许子齐的头偏向了另外一头 不知道现实中许子齐和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有媒体也一直传言 两人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 当然 这些都是传言 毕竟许子齐和老公的感情生活 谁也不知道 再加上他们都非常忙碌 哪有那么多时间在一起秀恩爱啊 在这次活动上 许子齐身穿一件白色的西装上衣 领口还是V字形状的设计 更加让许子齐透露一种青春的气息 另外许子齐还搭配了一件白色裙子 和白色的高跟鞋 白色的裙子下摆是蕾丝的造型 让许子齐看起来很有气质 毕竟许子齐曾经也是一位明星 虽然她离开了这个舞台 可是颜值和造型依然不输很多女明星 据悉 今年许子齐才41岁 不管是皮肤还是身材 都保养很好 大家也知道 许子齐为李嘉诚生下了四个孩子 可是即便如此 她依然还是很有魅力 就连当天她和真子丹的女儿同框也不输 几乎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 大家也知道 真子丹的女儿今年才20岁了 两人相差21岁 还像姐妹 可见许子齐有多会保养 她的颜值有多高了吧 据悉 当天真子丹的女儿真济如 还为这个慈善晚宴献唱了 随后 许子齐还和真济如同框合影 画面中真济如身材像妈妈汪湿湿那样非常高挑 很多人猛一看还以为是西梦瑶呢 当天的真济如身穿黑色吊带非常抢劲 和许子齐同框的时候 比许子齐还高出半头 有网友还放大了两人的大头照 结果许子齐脸上没有任何皱纹 和20岁的真济如一样白皙 气质上比真济如还要好看 不得不说许子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 除了参加晚宴几乎就是享受了 私下保养的比年轻人还要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